今天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皇帝上必须有五个子 今日一嫁娶 今天早上八点多张新雨 自曝婚纱赵家长成了君嫂 随后台湾歌手徐家莹也自曝家长 嫁给了一个倒脸 比自己大11岁 徐家莹发成文称 从今年春天开始计划结婚 这是另一个未知旅途的开始 是年头考验来得比海啸还急还残酷 我们需要互相扶持 更需要彼此祝福 若你愿意祝福我们 就没有理由再害怕 另外 徐家莹还感性表示 她有我永远追不上11年份的阅历和定性 我有比她早11年结婚的胆识和幸运 除了有这11年美好的差距 也因为有太相像的缺点 所以南逃彼此掌心 消息一出 网友一片祝福 而好友李荣浩也立马就去祝福了 不聊被网友围公催婚 你和杨成林什么时候结婚 话说徐家莹的老公是谁 笛尔甲 笛尔甲又是谁 是台湾知名的MV导演 曾帮SHE操刀指导过多个MV 2014年徐家莹跟笛尔甲在《不好小姐》里面首度合作 同年 二人大方承认恋情 2018年6月23日金曲奖入目 徐家莹拿下最佳国语女歌手奖 得知拿奖的那一刻 她转身亲吻男友笛尔甲 成为典礼最甜蜜画面之一 最后 希望二人能一直幸福 图片均远于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